星東激西 我們希望不同的題材都涉獻到 希望將一些西方最新的知識 或者一些研究 看看香港可否有些應用 今天我們就談談聽聲看病 是甚麼東西 因為近來就著這個疫情 大家如果一聽到一些咳聲 大家閉嘴聲 就立即打開 我是假的 但如果純粹聽聲 我能否判斷你是真還是假 因為大家一聽到 例如去買東西 如果排隊後面有人咳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馬上去看看 從哪裡來 我們會特別敏感 因為我們電台出身 我們經常聽聲 所以我們離遠一聽到有人 清喉嚨打癡 我們已經很小心了 加上擔心 看看那個人有沒有戴口罩 然後在下一步 再評估一下 究竟距離有多遠 如果他沒有戴口罩的話 有沒有那兩米的安全距離 現在的目測能力很高 這裡有沒有六呎呢 即是立即看到的 因為我有時也試過 譬如去跑步的話 突然聽到咳聲 立即周圍看 發現對面馬路 有個人在咳 當時也會安心一點 但他咳又咳得很大聲 又會擔心 覺心離一離 那一刻就慘了 是的 他大聲是否代表 他的傳染性較高 即是咳得越大力 咳得越大聲 是不是就越生病 是的 而且你知道香港 有很多叔叔 你知道我最害怕不是咳 是嗎 我最害怕是現在 還有人在街上 還是 不好意思 如果會令你不安 我才在這裡道歉 有些人在街上還是 是這樣的 我已經起了雞皮了 是的 我不只是彈起 我簡直是不敢動 你過吧 快點過吧 你不會勸喻他嗎 通常這些 請不要隨地吐痰 他未必吐的 有時他無法吐 我試過真的有感覺 那就要舉步 直接用指甲 剛剛停止了他 是嗎 這麼誇張 然後他若無其事 走幾步 他的垃圾桶都 塗了一字 然後就扔掉 是 剛才我們所說的 就是我們平時的 日常生活的觀察 和感應 是 但是真的有個醫學研究 做這方面 其實是有關於 如果大家聽到 一些人咳嗽或者痴痴 究竟你心裡的感覺 是否準確的呢 你覺得那個人 如果他那些咳嗽或者痴痴 有傳染性 那個人是否真的 你的感覺 或者你聽出來的聲音 你自己的評判是否正確呢 就是 所有媽媽都說自己認識的 這個功能 我知道自己的子女 對 看你的樣子好像不舒服 或者聽你這樣說 你一定會怎樣怎樣 然後就說 等媽媽今晚煮什麼湯 水給你 對 一喝了就沒事了 對 當然媽媽來繼續煮湯水 但是媽媽去做醫生的能力 現在是有一個研究 他就出來了 哪家大學做的 這是美國物資根大學做的研究 其實找了一群人 分了四個研究 主要是讓他們聽一些人的咳嗽聲 或者大家痴聲 或者是青喉嚨聲 即是分幾組人 做了幾次 然後 然後 那有哪幾種聲 你說一次 青喉嚨聲 什麼叫青喉嚨聲 咳嗽聲 還是咳嗽 那一隻 應該沒有至於去到 你剛才說那一隻噁嚇 就是咳嗽 也可能 因為它也有不同程度的分別 咳嗽聲 打咳嗽聲 也可能有些人 感官上 被人聽到 咳嗽就是咳嗽 覺得噁嚼一點的咳嗽 你可不可以演一個優雅一點的咳嗽 還有一些噁嚼一點的咳嗽 噁嚼一點的咳嗽 這個就是最斯文 是 你會發現日劇的全部都是這樣咳嗽 但其實如果喉嚨癢的話 這樣沒有什麼幫助 對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那些小時候看的 咳嗽的廣告 是 那些導演經常叫咳嗽的廣告 是 是 很假的 是 很誇張的 其實那個咳嗽聲 或者是很不舒服 英文就叫做 清潔你的嘴 是 或者他們 分別的不同程度 就是令你覺得有多嚴重 是 真的看過心理的影響 是 最後是否在咳嗽 是 是 然後他們 其實這些聲音 咳嗽聲 或是咳嗽聲 是來自一些 有些人真的有病 有些人純粹需要咳嗽 有些敏感 或者真的清潔喉嚨 口紅痕 或者吃了些 有些沒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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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有病 有些人沒有病 你是不是這樣聽就知道 是 黑痴 有真的很多款 是吧 其實 令人厭惡的黑痴 我們都很明白 一定有 不過你形象這麼好 免得叫你裝 都是我做的 我裝不了 因為我打黑痴 我經常都被人問我 為何咳嗽 其實我打了黑痴 是 你怎樣?你收回去吧 不是 我真的就是這樣打黑痴 但不知為何那些人 是覺得我正在咳嗽 我疫情期間 就算是鼻敏感也好 鼻痕也好 真的不小心打黑痴 我也不敢打 我就是用這個 由外到內 再由內到外的方法 我真的怕會刺傷頸 我就會 這樣打黑痴 但成功率有多高 我通常都可以 我再按鼻子 我就可以 因為如果你忍得太緊要的話 然後就會出現一個很大規模的黑痴 真的忍得差不多 有研究顯示 不是 這是個人重要 那些噁心的黑痴 大家平時都聽到 又有男又有女 一般我們統稱為阿嬸或者阿叔 阿嬸和阿叔打黑痴就會 真的好像演戲一樣 黑痴 黑痴 跟那個喊 是有異曲同工智 而且你會立即好像看到那些影像 因為尤其是這段時間 大家都很敏感 就是有那些飛沫 一直在飛速 出來 不過說很多噁心的事 說回一些正經的事 那究竟做了多少個人 或者做完之後的結果是怎樣 其實他做了分別四個研究 結果出來就發現 憑聲音去判斷一些咳聲 或者黑痴聲 是否來自一個有病 有傳染病的人 會不會傳播到疾病給你的 正確率是非常之低的 那些人通常都是猜錯的 那十次裡面 平均只有四次 那也不是很低 你們要求高而已 但真的少過一半 對 即是你不要誣人一定有病 不過同時人們回答的時候 你說這個正確率不是很低 但是他們對自己的答案是很肯定的 他們覺得自己一定對 即是他們本身心裡 覺得答案是百分百 因為你回答的時候 都可以有點質疑 我猜是這樣的 但他們不會 5050吧 他應該病吧 沒有的 一聽完之後沒有的 一有病 沒有病 很肯定的 這麼好笑 對 但結果真正出來的 對的比率 只得是40% 對 但那個厭惡的程度 跟他推斷有沒有病 那個關聯又是怎樣呢 會不會咳得越噁心 打黑癡打得越恐怖 那些人就越肯定他一定是病 一些 即是成正比 對 即是成正比 那些人就發現 無論那個人有沒有病 也好 如果感覺上 那些人覺得這個人打黑癡 或者咳得越 令人不安 或者越不舒服的話 他們覺得他有病的機會率 就會高一點 對 所以這個研究 其實是一個心理學的研究 以及你的行為怎樣投射 去別人的心理狀態 他們也有個結論 就是這個情況 會不會慢慢導致到 就是有些人 可能他在打黑癡 或者咳得的 表現方式上面 的禮儀 可能做得不太好 或者他可能真的 不是那些很斯文 咳或打黑癡 但他真的沒有病 可能就會影響到 他社交上面的情況 你這個就是醫學的說法 我用回我日常生活的說法 就很簡單 你打黑癡打得很噁心 你咳得很噁心 你咳得很噁心 你當然有病 所有人都覺得你有病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有得練 你覺得有得練好一點 這是禮儀 沒有的 有些人更厲害 一聽到老闆咳 就猜到他要罵誰 或者猜到有人要被人抄欠 準確度應該高一點 這個可能比我更高 好 今晚我們就跟家長學生說一下 你過去復課的體驗 可能都是不太理想的 要找到Gary 楊文睿 我們香港的智慧性小聯盟會長 說一下 為什麼很不理想呢 因為突然間 這些事情很濃縮 然後就懶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於是乎 有些相對好少少的學校 這個禮拜才考完試 有些就很慘了 有些就是他復課的第一天 就是測驗 第二天就是測驗 第三天就是對測驗 第四天已經開始大考了 因為你中間沒有那幾個月 真的是這樣嗎 是的 有些學校我聽聞是這麼極端 我給了一個星期三給你休息 平時你可能是 2月3月3月7月 為什麼你要考完這個步驟呢 不知道 這個可能是家長問題 覺得不值得就少了 可能會 你只要真的會有人這樣想 但以往可能是2月或3月測驗 然後4、5月就能溫一下 然後6月4月考試 7月就事後活動 現在那些月就變成天 就被迫在一起 這個很明顯就不是 追得上那個用科技 用智慧城市的概念去做教育 大家仍然停留在 那一兩個遙距通訊軟件 全心想法 那些私隱安不安全 會不會有些變態人 突然間就 沒有遮掩沒有掩 就進來了 就嚇到學生 所以新加坡是不敢用 某個視像通訊軟件 但是這個我覺得太窄了 我們好像之前 倒轉來想 之前說的是新零售 新服務業 其實我們是說 redefinition 重新定義 不是在現有的基礎加上去 是 是 這個其實美國 我們這個節目表情動機 其實美國都在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因為他們其實都進入了一種吃老本的狀態 是 譬如拍電影 拍完四五六集 拍回前傳 拍一二三集 然後都要繼續拍七八九集 拍到乾堂為止 是吧 科技界也是 我們現有的基礎那麼厲害 我們是否要重新顛覆性去想 行不行呢 你看到特朗普也是在補一些舊的產業 雖然他口說 推美國去 錢派去哪個產業就是救那個產業 就是了 歐洲還說要向科技企業徵稅 甚至乎罰他們錢 反過來 亞洲地區就比較開放思維 甚至乎印度現在都蠢蠢欲動 搶得很行 是吧 譬如雲端科技 印度現在是想著 我不跟你美國那一套 不跟你中國那一套 我自己走 其實現在很多國家可能開始都發現 為什麼 當時中國在各個標準 都要做自己的標準 其實有些原因 是吧 當他一折你的水喉 你就坐在那裡 以後不打仗 以後鬥快蚊插鬚 對 沒有電 收工 對 我們這裏都是沒有電 可以走的 打換了那幾個大的平台 就大家都停在那裡 但在教育層面 我自己覺得 大家的教育技術 是看得太短 於2019年 全球最活躍的投資市場 是教育科技 AppTag 所謂教育 未來的狀態應該是這樣 不一定要有教育 是 但我自己相信 基礎的教育 例如初時 大家一起在那裡 加數也要學 對 減數也要學 對 給他一個很基礎的知識 之後 他就不學 以後就按照他的能力 他自己的狀態來學 還有速度 對 例如我原來 我數學比較厲害 但我比較特別 我藝術也很厲害 我讀的教育 我數學可以走得很快 人家小三的時候 我可能在做小六 同時我藝術的層面 系統告訴我 我很厲害 我又可能發掘一些新的可能性 而有個同學 他語文文力很厲害 歷史很厲害 但他的數學沒有那麼厲害 他可能歷史科 就讀到小六 而他的數學 就在做小一 即是說以前 如果所謂同班同學 就算是A B C D E 班 你都是有一個拉曲的情況 你都要大家遷就 可能A班最厲害的 他是厲害某些科 沒錯 但他有些東西都差的 學習差異 可能E班有些同學某些科 有一 兩科特別厲害 但他又 其他拉雲不夠你厲害 但為什麼一定要逼他 按你的規矩做 對 現在你就真的 度身訂做 因材私教 你剛才說的 沒錯 而老師的角色 我覺得 人是 不能夠取代 即是老師不能夠取代 有些朋友 會留意到 國內的 Smart City 怎麼譯的 以前叫做智慧城市 這幾年 改了做智能城市 因為他們看到一個項目 就是智慧 是遠遠高於智能 科技在此時 其實是幫助大家 日常生活變化 所以是智能 說回教育這件事 即他們強調智能 對 因為你知道內地有個智能 真的經常用 用得多我們 就是他們很怕高分低能 對 所以他們覺得你有智慧 也麻煩有相對應的能力 能力 所以未來的教學 假設老師是輔助他 學很多 例如Soft Skills 我計算很厲害 那你怎麼跟別人溝通 當然IT或人工事 能不能幫忙 他也會有 但他不應該是解難的能力 老師的角色是輔助他 不再攤開書 第四版六章 所以你剛才提到的關鍵位 就是人的元素 如果一個科技那麼厲害 那麼精彩 畫面 他就完全融入去那裡 他就忘記了 其實我們學那麼多東西 都是為了人和人 所以我也要上學 否則我接觸不到人 沒錯 所以人的元素是無變的 實際上 如果看回歷史 其實我們現代教育系統是怎麼來的 就是在西方的工業革命的時候 他需要量產大量的學生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現在都是一種工業生產線 那種有行 標準模式 有行長 別的補上來 那些班長等於廠長 然後大家有分科 其實就是專業 你讀這科學 讀得厲害的 就在那個部門 就是以前的生產線 要你不斷地重科 又重科 其實我剛才提到的模式 現在在大學都有 現在新世代 就應該不要再用這種工廠式 一定要用你剛才提到的方法 例如有很多大學生 他上課都不上學 對嗎? 但他也不會不懂的 因為他有學習的能力 是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剛才看了 就是老師的角色 其實老師也有狀態 是 沒錯 現在這次因為疫情 有些老師錄下了他的教書 他有時候覺得 這堂我教得不錯 讓我再教 我未必能教得到那天的水準 所以現在甚至乎是 可以錄下了他 他給他最棒的一堂 大家看 最近VTC 在他們《魔理神山》校寫 做了一個很有趣的方案 是 有一個時段 老師上去教書 或者學生上去表演 他影著你 他AI分析你 類比你的表情 是 的分數 他有不同的資料 例如奧巴馬的演講 是多少分 如果你要做到他 你要怎樣 其實全部都可以幫他 等於我們要學奧巴馬 教書 如果是這樣 他也教書出身 變成說話表演 是的 但事實是 可以計算學生的眼皮碎下率 有多高 這樣 我怕你太傷心 因為這個 跟他有多精彩 沒有關係 可能他不夠睡 沒錯 所以整個教育的生產 事業應該是不同的 對 而且我們可以協助很多人 例如有很多 特別教育領域的學生 你可能去聽話不行 或者看話不好 我一直說 我的AI已經可以 一直把字幕打出來 是 我甚至乎可以 把聲音放大在他耳邊 很多東西都應該 在教育領域的層面 會有變化 即是你透過科技去融合 沒錯 所以融合教育 可能是重新定義 對 所以要重新定義 你現在有很多特殊學校 很容易要停貨 是的 即是他不是說 疫情停貨 可能8元 也要停貨 那怎麼辦呢 你怎樣去感受 令人都可以一直向前走 不過這個可能 真的要教育一下家長 甚至乎同學 要去接受這件事 因為美國現在 也有一個很大的爭議 就是說 如果我回大學 都是天天在家 對著螢光幕的 那我去那些網上大學 可以了 我為什麼真的 去學校呢 所以你剛才說了 一開始就說 不可以沒有人 對 不可以沒有人 不然你真的等於讀那些 E-Learning 純粹E-Learning 又真的是另一種東西 你要有接觸 身體的空間 要碰到 而且現在你留有很多學校 很少被人摸的東西 以前我們爬樹 丟石頭 做實驗就是要 下手下腳 但那些東西 那時候不是課程 是我們去玩的 那是否應該回頭 每一個人就著他 在網上 或者在電腦世界 學到一些東西 怎樣去應用 你會給他一個應用場景 就是說 以往我們學校 可能提供理論 我們玩就有很多應用 既然現在我們 在科技世界 有很多理論 學校就給他更多應用 應用 你有應用場景 他才會變成智慧